嗨,我們現在收聽的是不得有意思,我要是賴敬賢 你有賴嗎?答案應該很多人都是夜市 這樣有在時啊,很多時代人的朋友 咚咚就走進來,可能是一堆火啦 很奇怪,這堆火常常叫我熟,或是粉紅熟 或是一個小三名啊,跟你說早安 像這幾天天氣更冷,就說多加一件衣服 晚上也有一個晚安 這個呢,很多人,這個風格很像 說有這長輩圖啦,就有一個看就知道 是多人做的,充滿了,有點懷舊,很關心 到這長輩圖這個中壁,它是由什麼樣的機緣開始 學會做這個,而且還,哇,真的是還蠻深入其中 現在現場封門的,是這個,研考會新北施的主祕 莊榮哲,莊主祕,你好 我們一開始開這個電腦殼,是要拉近一個民眾中的落差 非常對齁,我們是所謂的數位落差齁,我們是要縮軟數位落差 這個出發點齁,開這個班 但是呢,我們在上課的過程,我們就發現,很多我們是大人齁 奇怪,他們是都,今天那時候 剛開始,我們要加什麼電腦基礎 他們都說,他們真的學不來 那時候,我們就在那時候,你安排看的時候,做一個條件齁 做一些比較有趣的東西,那時候有一個叫做美工軟體的製作嘛 我們就在做美工的時候,讓我們去設計,像那些卡片 那時候就說,剛才在過年前年底的時候,老師剛才說 我們可以設計一個,我們做一個卡片 我們過年剛才會叫,可以叫我們的親朋好友 結果我們現在是大人齁,大家都會發,一直發揮他們的創意 大家都越做越漂亮,還會配一些音樂上去 他們就,過年的時候,他們就要分享給大家 結果,他們跟台灣說,說,分享出去以後 有很多人回應說,你怎麼會用這個,你這是去哪裡拿來 大家都不相信說他的效啦 所以他們就越做越有成就感 然後後來就是這樣演變,你再補一個,我那班就是 越開越多人,整個演變出來就變成 那像一個,好像是長輩,他們在專門佛長輩的這種感覺 在裡面,就變成長輩圖的概念在裡面 因為,很多人頭來收到,沒有那個意識到 然後越收越多,那個圖庫好像也越來越多 越做越精美 那你說,所謂的,我們現在說長輩圖的時候 我們已經對有一個既定印象 是啊 你其實在開班的時候,所謂的長輩圖啊 它有什麼特色?就是大人做的長輩圖嗎? 不是只有這樣,其實很多人可以 長輩圖在那裡說,我們背景可以用現場去抓 說自己看怎麼背景比較漂亮,自己抓去放 還可以把我們自己的照片帶起來 也可以看我們寫什麼衣服,配什麼衣服 都可以由我們自己去,我們來決定 看你不可以送的,甚至說我們對象是不可以送的 我們也可以看是不可以送的用什麼衣服,用什麼音樂 什麼情境都可以送的 老師教的過程就是教技術上,看怎麼處理長輩圖 所以就變成大家都說,像今天要有女兒子 或是要有孫子,就變成去抓卡通的桌 大家抓那麼多 孫子看起來也很高興,他也知道他要什麼 所以這樣很有彈性,這是比較有彈性的部分 所以很有彈性 他也會量身訂做 是,因為他可以自己看,他自己要送 像剛才你說完要有孫子,他就去抓一些 現在時下小孩你看看卡通和教的圖片 什麼海賊王,什麼小孩教的,他就把它打起來 要讓女兒子當然就不一樣 要讓他們的學生當然也不一樣 所以這也是歪打正著 當初也是可以這樣說 因為當初我們來教他 好,我們來學輸入法 是 再來就學Word 他說我有這個要送的 是啊 那就是剛開始的確 我們那時候也有擺類似電腦基礎 我們擺這種電腦基礎 課程 就是想要改什麼是電腦 但是這種東西 那時候有時候我們Windows要開機 好像卡一個開關機 讓他們常常也不會忘記 如果你說要用Word 要怎麼打機 他們最多用不到,比較沒興趣 這種課程就說過期 我們怎麼慢慢改變 改變就是看他們靠興趣的 看他們靠什麼興趣的 我們就繼續加下去 不要 這個 就說很難 都很難開始 你讓人覺得 我這個又可以分享 做出來還有成就感 剛才我們有說 如果走出去 他也會因不同對象 但是像我們收到的 長輩也去找很多資料 怎麼夠健康 是啊 問候身體 這內容 這是從哪裡來的 我想是這樣 剛才我們說 我們本來是說 縮短縮的落差的課程 除了我們的電腦 就是剛才的美工軟體 這種課程以外 其實我們現在也是 除了實際 跟我們生活化比較有關係 就像我們手機來說 我們也有開手機的課程 手機的課程 App 或是我們 時下流行的 我們也說要去加入FB 要怎麼去用FB 或是說國有網站 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都有排名 所以只要我們跟生活有關係 我們在這裡都會去找到 了解 都可以找來想 對 就是 跟生活的連結度要高 是 包括跟他去國有網站 這就方便了 這有 這也有開 這個都是跟生活連結 我已經可以上網 可以去國有網站 我就可以買東西 是 是 就不用擲到後面跳 是不是 台灣人說 你不要加這個 加這個我最想要買 錢都漏不掉 這是另外一面 開玩笑 這也是開玩笑的 這樣說 所以真的發現 這個大人 他用後 他也很投入在用 是啊 如果這樣就 會越少越多人嗎 現在是 我們開班 一般是都爆滿 一般多少人 一般我們開班 一般我們在開班 因為我們教 很多都是要親自指導 因為我們大人 有時候對這個比較沒記錯 有時候很多時間 都要老師一對一起來教 所以我們一般 你設計一般 一般一般 是都差不多25個左右 25個 一般25個 對 那一堂課 差不多都要多久 一堂課 也可以看時間 一般我們是都用 三點斤為一個時段 我們也可以看 就是說 我們晚上休息 休息 還考量到那個 他們的時間的關鍵 也可以兩點斤 都可以針對 都可以量身訂做 看不一樣的地区 這樣 所以都可以量身訂做 不錯 我們現在肯定有訪問的 是新北市政府研考會 主任秘書 莊榮哲秘書 莊主秘 在討論就說 現在政府也會開口 有的是 所謂的縮短數位落差 就是說 不要說有的人很會用電腦 有的人都不會用 針對是大人要開口 本來是上課 上一上就發現說 會生活運用的 大家比較有趣 那這種做長輩圖 裡面 真的都是 大人做出來嗎 有沒有年輕人的 做 當然這 進行我們去想 當然 我們除了 是大人以外 也有一些外配 就是說 我們在上班時間 可能我們出在開口的時候 外配可能 他也有時間比較多 有的人跟待夜中 剛好那時候有時間 都要來參加這個班 我們都有接受 今天當然也有一些年輕人 當然如果說 他如果吸收比較快 我們主角幫助 這個大人比較快 不過這個真的可以想到 這個大人 學會了自己做一張卡 圖卡 配上自己的音樂 配上自己的內容 他還傳出去的時候 那個 是啊 一種成就感 那再請問一下 就是說 這個在尬老人家的過程 他剛才說一般以後而已 這個有沒有要特別注意什麼事 會不會很容易忘記還是怎樣 其實也是的 我們是大人 因為我們剛才說過 他們對這種電腦這種東西 其實是真的比較不適 但是沒關係 我們這種是說 一年我們幫助 日常生活上可以用的 就是說這種都沒有壓力 我們來就是可以學你學起來 就一年去 完全很輕鬆很快樂 來學這些都完全沒有壓力 只說看你自己 有要做到什麼程度 我們都 我們老師也都很有耐心態 都願意就說看你要做什麼 我都可以幫助你 所以沒有進度壓力 沒有沒有沒有 說這個要學回家 什麼 不記得沒關係 後一遍再來也沒關係 這個 讓你知道你問的 是 因為我們這個目的也不是像 學生要說要去考慮什麼 我們不是嘛 我們就是說學起來 我們也可以說 多學一樣東西 都給他一項 可以做一項 可以分享一項 給別人這樣 我想這個 主要是 是大人家沒有壓力 學無止盡 一直學下去 那像在這種 很多課裡面 還有一些什麼 其他的課 是老人家什麼 也很喜歡的 比較喜歡 尤其是 剛才有說過嘛 我們現在也有開的科學有關的手機 手機 現在是大人家很喜歡玩手機 因為剛開始 那時候有你問 是大人家 現在對我們的智慧性所思 剛開始 甚至有的人不敢去打 他覺得說那種東西離他們太遠 但是我們就是慢慢帶他們醫藥 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如果說 怎麼可以卡到他不用錢 他們就有很多人想要來教學 現在後來醫藥 他們就真的開始都在玩 一玩就是掉了 他也會掉了 他掉了 還有FB也是 也會掉了 他也是 他是怎麼掉的 就剛開始 剛開始朋友越來越多 朋友越來越多 甚至港班的同學 自己玩 變成一個群組 剛開始在那裡 因為拍戲也慢 就是寫字也慢 剛開始在那裡 手機就拿著慢慢的 下半的 你看到你旁邊看 真的很有趣 慢慢的下半 我覺得那個 土米說的有一個趣 前面說 智慧型手機都看到 有的都像電腦 有的前面都走走 要說一個 電腦 電腦也不用錢 突然間又有生活感 可以再聊 就需要一個動機 是是是 FB也是 FB也是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都看不看不看 但是就是老師會 一開始帶他們註冊 註冊進去之後 開始使用以外 因為訊息很多 你就越看越看 真的真的不太好玩 很多訊息都可以這樣看 還可以交很多朋友 在上面交很多朋友 大家都擺 台北人感覺都很趣 像說如果上網交朋友 這個對老人家是不是一個新的經驗 像以前他們穿三個朋友 也一定有寄到臉 做得最高的 最高的 現在網路上的朋友 你有什麼不一樣的經驗嗎 不一樣 有一個例子 這個也很差別 一次是一個爸爸說 因為他的時間和雜訣沒有三天 一次他就是註冊 他就去企劃 找雜訣有在上面 真的有 他就去搜尋 搜尋完之後 他就注冊 他就開始在那裡 參與他的討論 參與完之後 那個人說 就對方買 就是他女的 他女兒就說 你怎麼真的是我爸爸 哈哈哈哈 他爸爸就說 我不知道 我女兒在外面那麼活潑 回來看他都漸漸了 透過這個FB也說 這個不錯 我可以偷偷看我女兒在做什麼 這樣吼 看到自己的女兒 想說 一網路上的女兒 怎麼會比較 家裡看到沒什麼事 他就說回來 奇怪 剛才看他回來 美女的房間都漸漸了 沒什麼話說話 外面 好像還蠻活潑的 這個FB現在也是很多爸爸媽媽跟孩子溝通的工具 現在這個時代是這樣 甚至有阿公阿嬤跟孫子也可以用FB 還是怎麼這樣溝通 哈哈哈哈 這也是有可能的 剛開始我記得吼 我剛開始也沒問題 在玩我也沒玩過 坐在客廳裡面 都要用Nite在玩 但是當然 那就自己好玩的啦 這來說阿嬤 我相信他們剛開始可能回家也是這樣 嗯嗯 這樣吼 這個 為長輩圖說 事實上 電腦大家都 別想說他可能是年輕的 現在很多市大人 不但充分運用 而且還有一種 特殊的產品 什麼用來三餐問安 像今天天氣變寒 還會收到長輩問候 這邊多穿一件衣服 所以像說 以公家啦 以監護的角度來看 讓大人充分的用電腦 目前的評估都是 就是好的嘛 很正面的嘛 都很正面 都很正面 所以最好目的是說 現在除了很過去 我們是說說縮短數位落差 但是今天我們是有點 我們自己也在轉型 現在是說真的就是 讓他們也讓生活上的 日常上多一點的應用工具 好用 像我們現在比較普遍的 說等公車這個工具 這個也是很多市大人 因為說這個真的很好用 以前的亂說 這樣就是去車站 等 尤其是我們坐在偏遠地區 裡那三隻石門淡水 或是共鳥那邊 公車真的很少 他們就亂說 亂說 現在他們學會了 我們等公車這種APP 他們就可以擦 哦 存幾分 這樣就可以擦一擦 稍微再出來等 繼續輕鬆 嗯嗯 所以沿身外的這些軟體 都真的有幫忙 是是 像剛才說的 像台北等公車 新北等公車 是是 它可以算到這個時間到 是 這麼多電腿下來 嗯嗯 還是說不用多媽媽風吹雨淋 是啊是啊 哦 所以對那個老人家來講 真的 差不多說這個 這個 長輩圖是 屬於娛樂性的 是是 跟實際上的像 有 人說十一住行 行的這一塊 等公車軟體就有幫忙 是 還有什麼 要向老人家推薦的 我們現在在新北市政府 現在也有發展一套 叫做IMAP 叫做 I就是MAP IMAP這套也是APP 在網路上也可以下載得到 這套裡面就是 包括我們的 十一住行 娛樂 當中打這個 這和Google map 有點像 但是我們的IMAP 比它強的是 我們打 新北市 所有的 十一住行 娛樂 所有的資訊 都要建在上面 還有包括一個 我們 我們是 大人 剛才 可能我們退休 有一筆退休軍 想要來 買一塊土地 我們也把公告的地價 什麼也都放在上面 都可以去查看看 還是說我們就是看 上大那間房子多少錢 我們在上面 大概都會查到一點點 跡象 那就是針對 一大新北市這樣 新北市 我們新北市就是 都把地價圖子資料 也都順便建進去這樣 這樣有味道 還有十一住行 最主要是說 我們想要來吃什麼餐廳 我們也可以用那套軟體 裡面來查 因為要買到桌 也可以用那些 有什麼公策 可以搞 那些軟體 都可以查 對 這是把它整合起來 都整合 對 一般我們在外面 房間的APP 其中可能 吃的就是一套 就是剛剛講的 等公車可能也一套 類似這樣 交通也是一套 就是都獨立 我們一套 I-MAP 我們是要整合起來的 所以現在政府做的工作 也要越來越 再往前走 這是目標 政府也能做一些事情 讓人民 可以真的過得更好 更方便 不是只鼓勵 它會效用 它現在已經會效用了 它會效用 我們也要做東西 效用 不然它會效用 沒有東西也不行 它會效用 它就想要用更多 運用在這個生活 包括現在新北市 其實也有一套 我們也要開發 我們的雲端書櫃 雲端書櫃 這也是一個APP 可以下載 我們很多雜誌 像我們頂天下 遠見 或是商業週刊 我們都在上面 就可以借閱了 我們也可以 省一點錢 雲端書� 對 我們坊間 最激起的雜誌 最新的雜誌 有雲端書� 雲端書櫃 對 我們坊間 最激起的雜誌 最新的雜誌 有雲端書櫃 去上面借就好了 你也不用去圖書館借 就再用 透過我們的手機 平板還是電腦 都會打 你也要上網 去用APP 我們就直接把 雲端書櫃裡面 所有的雜誌 你都拿去照來看 所以不用去圖書館 不用 用網路替代馬路 網路替代馬路 這個 這個真的對老人家 要出一招門 這個很方便 對我們偏遠地區 真的很方便 這樣子的推展 有的人知道 有的人不知道 怎麼去跟他們說 怎麼去跟他們說 其實我們 你上課 你上課的過程 我們是都會 跟他講市政府 最近有什麼樣的軟體 也當下載 在裡面都會 一個一個跟他們講 老師你改過程 我們特別 有高大老師說 可以對老闆家有利的 就是有幫助 整個軟體 一定要讓他們知道 當然他要用 就要讓他自己決定 這樣吧 甚至我們現在 還有一個 新北市 我推一個 現在全國唯一的 有一個 福利自己查 這個軟體 福利自己查 這個軟體 也會告訴他們 就是說老人家 應該都 多多少少有需要 他說 看他的條件 輸入以後 用對話式 很簡單的介面 真的就是 因為我們是大人 量身訂做 他就用他的條件 輸進去之後 他就知道 政府現在有什麼 保護他人去行刑 我想這個是腳直接 直接對他們有幫助的 一個軟體 好 所以說 經常走來走去 第一是台北斷公車 第二的 你都說IMAP IMAP 這個也很好用 就是 裡面 反正 這個十一住行 都在裡面 是 再來 如果你要找找 雲端書� 有雲端書� 哇 新的雜誌 研究 有雲端書櫃 哇 新的雜誌 研究 還有 再來是 福利自己查 對 這個也要在 新北市裡面 這個 我們新北市有建 這套系統 其他縣市都沒有 你裡面有什麼福利 讓人的起心動念 很想要去查 自己查看 自己知道 就是看每個人的條件 用問對話的方式 他問一個 你的條件是什麼 最後他就縱結一個 結果你現在可以 不申請什麼 這個 我想很多 是大人會越來越動心 這是一個方便 因為 我們現在法規很多 補助有什麼 其實 剛才主持人 你剛才也問到 要不要讓人知道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說 我們透過一套軟體 他當然要去用這個軟體 他當然要去用這個軟體 條件 醫藥裡 到全部都篩選 我們有什麼補助的人去拿 對 不過我想 不用再加電話 問人 問人 不一定他也會 早就在全盤跟你講完 對 還是這個電腦撮合 會用了解最清楚 好 這樣實在是 我現在的政府也會越來越依化 我現在就盡量 政府要做的就是 幫助大家 越方便 好 我們今天感謝 莊榮哲 莊主秘 他是新班期研考會主任秘書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等一下回來 謝謝